看过没练过 等于没看过 嗨同学们我是孟绝 我知道有一部分同学 可能是因为脚掌太小 或者是 怀关节比较硬 伸不直 或者是没什么力气 所以这个腿呀 打起来一直不得劲 不只是蝶用腿哦 包括什么自由用腿 养用腿 啊那老师 我就是想把蝶用学好啊 那怎么办啊 我这是没希望那么没救了吗 诶 有教练在 不要翻 的确啊 我们重新把力量练起来 怀关节压好 或者让自己脚掌长长一点 都啊 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所以这里呢 我建议同学们可以先带脚谱 来体验一下 那些东西反正 来日翻长嘛 慢慢积累 那其实脚谱的作用呢 很简单 它就是把你脚掌这个面积啊 变大 这样子我们在水里面 发力打腿的时候呢 受力面积也就变大 踢起腿特别有感觉 像什么脚掌比较小的啊 一下子就踢的非常实在 什么怀关节比较硬的啊 戴着这个马上直了 比较难搞的还是力量小 因为这个虽然你慢慢踢 也很有感觉 但是如果实在是一点力气都没有 戴上它就真的是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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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脚谱在我们的蝶泳训练中起到些什么作用呢 有的同学在练习蝶泳腿的时候啊 因为一直踢的好像是空的一样 所以呢没有什么节奏可言 戴上这个之后啊 一下一下的实实在在 非常有利于同学们去掌握好这个节奏 慢一点没关系 连贯且有节奏就可以了 腿有了节奏之后 就有利于什么动作之间的配合 比如说之前讲过的 拿着扶板打腿和换气的配合 拨动油啊 雇用油啊 还有我们之后要讲到的 单滑手啊 轻松叠啊 在这脚谱做起来也会非常的顺畅 简单来讲 在我们这个初学的阶段 不不只是初学的阶段 在所有的练习中 戴上脚谱 你只要适应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会感觉 上天 所以我在这里要郑重的给同学们 讲讲它的使用建议 第一 比如说你下水要练一个小时 最多待半个小时 剩下的时间不要带它 照常去练习 然后同学们会发现 摘掉这个之后 这个脚啊 越发到空了 踢水跟踢空气一样 完全没有一点感觉 这个时候呢 不要慌 同学们只要把带着脚谱的时候 的那种节奏和动作之间的配合 继续把它保持好就行了 没那么走水没关系 会慢慢进步的 注意啊 这里我说的是最多一半的时间 其实我建议同学们啊 只在训练的时候 找不到感觉的时候 哎呀这个动作节奏 是怎么样的来着 哎 戴上它 找找动作的配合 找找节奏 然后呢 果断的抛弃 它很爽 很上瘾 所以要克制 克制 第二呢 同学们戴上这个感觉自己游的效果非常好 对不对 但是千万不要从心里面认为 哎呀 原来我这么厉害 我进步了 不要这么想 它只是你的一个自行车而已 不要以为自行车起的那么快就觉得 哎呀 原来我可以跑这么快 不是 一码是 你能把戴上脚谱之后的动作节奏和配合 保留下来 那才是实打实的进步 所以尝试到这个甜头之后啊 当定 该去练力量还是练力量 该去压关节还是压关节 不要总是带着脚谱游都飞一起 哎呀 开心开心 然后哪一天摘掉脚谱才发现 哎呀 原来我还没学会这个东西啊 游不动啊 就希望同学们不会奔到这个馈 然后讲一下购买建议 看 像这种比脚涨或 长那么一点点的是游泳的脚谱 那么长的那种是潜水的脚谱 同学们千万不要买错了哦 然后我个人的话呢 喜欢这种软一点点的 因为我之前用那种硬一些的 会把我后脚跟这里磨破皮 但是哦 它又不能太软 用力下去打腿 它会不受力撑不起来 那就不得行 然后建议同学们不要去买杂牌了 买这种有品牌的 什么音发飘啊 SPEED ARENA DECANON 都可以 最后我再强调一点哦 我们以前训练中脚谱其实用的很少的 它只是偶尔用来找找动作的感觉 或者是练练冲刺 找找那个速度感 是吧 千万不要对它上瘾 嗯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